城市博览会记录这里的蜕变 特别是在改头换面之后发展甚早的基隆港都 在今天成为宽敞舒适的迎宾广场 展场分成四个展区 从基隆海洋广场往海港发展 到远端的和平岛与海洋科技博物馆等 每一个点都有展出的核心主题 周边也有结合地景的艺术空间 记录着基隆这座山海城市的成长足迹 造访的当天是星期六 正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参观这个展旗布场 机会也很珍贵的博览会 实际去见证国门广场在整体规划之后呈现出来的新面貌 我在仅有的时间里 先设定最主要的场馆 也是整个基隆的起点A驿馆起点城市进入 正巧就看到基隆市长林又昌先生为现场的贵宾与民众解说导览 那下面呢 这个是渝网 这是渝网 渝网的台湾话 台语 就是渝望 那刚好它的音呢 是跟国语的 是跟希望 是同音 渝望 所以渝网在台湾的文化语言里面 象征的就是希望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团结跟希望 我们希望基隆的城市的一个再造 能够给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信心 然后能够带给台湾的城市未来希望 那跟大家分享的是 基隆过去在1980年代 曾经是世界第七大的港口 但是因为整个全球化的一个变化 这个港口没有办法去回应世界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个港口开始这个没落 那也跟着这个城市没落 那我在当市长的时候 是在七年前 在2014年的时候 是有史以来 我们的城市负债最高的时候 我们负债的比例呢 是47.36 差不多都达到地方政府的债务的上限 那我们负债的金额是到124.36亿台币 所以那个时候我当市长的时候 是没有钱去委托 专业的建筑或者是顾问公司来做规划设计 你们看到的这张桌子 是我市长办公室 会客室里面的茶几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自己是念都市计划 是念景观设计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方法就是带着我们市政府的公务的团人 图自己画 报告书自己写 然后去中央部会争取金费 要到第一桶金 台币两百万 所以这张桌子放在这边的意思是 这是我们基隆这七年多 我们可以翻转这个城市的命运的一个起点 所以各位看到最近这个基隆 这七年多的时间 我们大概做到人家三十年的工作 所以大家看到基隆这个城市快速的一个蜕变 一切都是从这一张桌子开始 成是因为业务的功能而起 但也因为拥挤不变的生活品质 而兴起想要改良它转变现况的念头 基隆市长亲自为大家导览的过程 对笔者来说是难得的体验与机会 也是一个展现成果的重要机会 自然是必须把握住 让大家看见基隆的变化与亮眼之处 有了这样的初期成果 接下来的发挥与转变 想必会有更多在地市民的角色 进而投身参与吧 对 好 谢谢 谢谢 你 好 你是大方的 你今年要上一年级的吗 你好 今天要拿到市场的礼物 你好大喔 市長送你一個禮物好不好 市長送你一禮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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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 你好棒喔 OK